微信上这样联系你的男人 早已经不爱你了 爱情固然美好 可并不是每份爱情都如此美好 你爱的人也爱你 那叫美好 你爱的人不爱你 只有痛苦 很多女人沉迷于爱情当中 明明爱错了人 明明不幸福 可还不愿意脱离苦害 女人总是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真心付出 就一定会幸福 但前提一定是你得爱对人 爱上值得付出的人 你爱的人不爱你 你爱的人狼心狗肺 那么你怎么付出都无济于事 你也打动不了他的心 遇错人 爱错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明明知道爱错了 还放不下 还痛苦的在爱情中出不来 还天真的以为会幸福 甚至被伤害了 还傻傻的以为男人爱自己 昨天收到一位粉丝的留言 他说他男朋友从不主动联系他 两个人异地 他男朋友似乎把他忘了一样 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 或是发消息 即使是自己主动联系 他也感觉他男朋友对他爱搭不理 总是告诉他忙没时间 然后就没有回复 可他不确定他男朋友 是不是不爱他了 他不想失去 也不想放下 最近很痛苦 男人爱不爱你 心里有没有你 其实从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就能知晓 微信虽然是简单的联系工具 但也能反映你在男人心中的地位 这要联系你的男人 就是早已经不爱你了 别再自己骗自己了 从不主动联系你 你收不到他的消息 爱是一种情不自禁 爱你的男人 心里有你的男人 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定会想念你 牵挂于你 一定会主动联系你 主动关心你 因为他放心不下你 忙从来都是借口 再忙也能抽出时间 发条消息 再忙也能简单的问候你几句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爱 就是想不起来你 心里不惦记你 甚至可以说 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再木讷的男人 在爱情面前 也会变得主动 因为情是一种 抑制不住的情感 会情不自禁流露 是掩盖不住的 联系从不需刻意 而是情不自禁的主动 从不及时回复你 无视你的消息 曾经的他 收到你的消息时候 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会立马放下手里的东西 而回复你的消息 生怕等在手机那头的你 遭急 爱你的男人 心里有你的男人 能做到第一时间 回复你 会把你的消息自顶 生怕错过 即使没有及时 回复你的消息 也会向你解释 刚才在忙什么 为什么没有看到 可当男人开始怠慢你的消息 即使看到你的消息 也假装没看到 故意不搭理你 故意不回复你 明明知道你在等待他的消息 可他就是不回你 视你的消息为空气 那就是对你变心了 不再爱你 女人天生缺乏安全感 所以心思细腻 能感觉到男人的细微变化 哪怕男人没有把不爱说出口 而女人似乎也能感觉得到 只不过有时候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哪怕是回复也只是字言片语的敷衍 爱从来都是隐藏不住的东西 爱你自然会对你流露出爱的味道 哪怕这里行间也能品味到他爱你的味道 他对你是耐心和体谅 更有包容和疼爱 可当男人喜欢拿忙来疼舍你 喜欢拿不耐烦的态度 让你自难而退 其实就是对你变了心 不再愿意把时间花在你的身上 不再愿意敞开心扉接纳你 一个男人对你字言片语的回复 一个字两个字的应付和敷衍 再也没有了甜言蜜语 再也没有了关心 除了啊就是哦 除了没时间就是烦不烦 女人也该好好考虑这段感情了 总结 最美的爱情就是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都说距离产生美 但长久的分离 很容易断送两个人的感情 再相爱的两个人 也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 变得不再相爱 当两个人不能陪在彼此身边的时候 只能靠联系维持两个人的感情 但当联系都变了味道的时候 感情就真的不存在了 想挽回也是很难的 既然爱就尽量陪在身边 即使不能陪在身边 也要用心去珍惜这份爱 用心珍惜那个爱你的人 当爱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候 也要学会及时放下 不爱了 做再多的努力 也只会涂加伤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